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顏文宇 大家應該都感受到 很多行業都是不夠人 餐飲又不夠人 運輸又不夠人 建造業又不夠人 上個星期有消息說 政府未來可能會在運輸業和建造業都輸入外勞 我覺得確保本地就是優先的前提之下 輸入外勞絕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其實政府現在都做了一個人力的資源推算 我希望這個推算可以盡快出來 然後我們看到哪個行業真的不夠人 就做一份勞工短缺清單 按照這個清單做好本地培訓 想好輸入外勞的措施 這樣就可以幫香港提升競爭力了